想不出玩什么张教主 也就孤王后这种可能还好一点 孤王后挺厉害的 你们不要黑孤王后 虽然 虽然应该没有寻优厉害 真的厉害起来还是厉害的 鸡牌 万剑都丢啊 这万剑直接开掉呀 探一下郭佳的身份嘛 好了 起手被俩顺手掏空 感觉身体被掏空 然后出张杀 哎呀好气呀 这主公裸奔了 脚哥可以脱管了 这怎么办嘛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玩了 还好郭佳是队友 那也不对呀 你两张都给呀 你给一伤有什么用 我的天 你还出个逃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司马懿族 齐心可助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呀 你没闪嘛 就装个老老实实装个人王登得了嘛 哎呀我的头好晕啊 现在感觉只有 感觉只有 感觉只有貂蝉是中能打 真的只有貂蝉能吃中才有机会打了 这个赵云 也不一定是好 也估计也不是什么好鸟 锁了也没有用呀 还锁身间 说实话这酒雷刹打的 也是很尴尬的 没东西给主公送牌啊 谁能给主公送牌 没有人 诶 这个赵云是中啊 赵云是中有机会 我可以再开个南蛮 黄天 你拿什么黄天啊 吊蝉 所以我说嘛 如果吊蝉是队友的话 是中的话 还能黄天一方 我靠 你怎么反贼 你这么打的 你反贼 你这么打的 你是不是傻 我靠 那我直接开万剑了呀 来来来来 全给张角全给张角 我直接放万剑了 我不管了 第一发南蛮先开起来 这桃子我肯定自己要留着的 那我还开什么万剑 我直接开俩南蛮了呀 直接开俩南蛮收 自己收了 我还给张角收干嘛 你要救是吧 你当我是假的 你还敢救 国家再见啊 这怎么董卓是个 董卓中啊 强行黄天 董卓中 你救的话嘛 就全都得死呀 哎呀 牙脚了一个杀 他要会玩的话 把这个杀给队友 他们就能少死一个人 这他妈就很尴尬了 拿这个吧 这要点脚招的 这个操作很烦的 这个赵云会玩 救了这个貂蝉 那貂蝉我收不到 主攻还是有危险 我的未尽之夜 连个杀都没有 哎哟 熊 这国家我是不可能救的 你死了就死了 你没死你就给 没死 没死也不能一记呀 怎么个一记法呢 没法一记呀 一记就是送牌 五谷也不能开 五谷开了送貂蝉牌 脚招要是能放两次就屌了 五谷不要了 我不可能开五谷了 这连个杀都没有 这么多牌没有 这刀有用的 现在没用 等一下就有用了 郭家也是可怜 有啥董卓 还好啊 郭家故意 其实这郭家很聪明啊 他故意自己给一张 董卓给一张 不给张角 不给张角 这样的话就 等于是郭家帮那个张角挡到了 希望孙坚能死吧 孙坚不死的话 这个太屌了 孙坚不死真的太屌了 装藤甲 董卓估计能秒掉貂蝉 貂蝉我已经不担心了 死人一个 董卓他自己会烂 烂成 烂烂下去的 我无所谓的 对吧 孙坚一定要杀掉 不杀掉的话 一英魂就是三张牌 好好好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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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妈的 连个杀都没有 没杀打屁啊 张角有没有杀 可以 其实两个 这两反贼最好给我一起死 因为我有一个赵云拖时间就够了 这还两方片啊 只要 有个赵云拖时间就够了 足措措有余 根本不需要打五人鱼 我也不想打主内反 打主内反男 我希望拖死这个动作 闪电 可以挺好的 这郭皇后的问题就是不能自己吃桃 不能自己吃桃是个大问题 非常巨大的问题 非常巨大的问题 加一码都不要 当然他现在是不太想要 我现在挺麻烦的 但我只能顺董卓八卦阵 哎呦 差点点错了 顺着他 妾身也是逼不得已 方才出此下策 这董卓摸到杀我跪了也没办法 这张角突然摸个八个阵 你怎么办 然后这边赵云要托管 那就托呗 你自己开两个南蛮入侵 对吧 你自己开两个南蛮 你自己开一南一蛮 打崩反对的 你自己活该啊 前面我就是没有收到那个 貂蝉的人头和自己追 人头都是我收的就好了 没收到呀 这赵云要托你托吧 主要是 张角还不一定敢批我 你知道吧 张角现在还不一定敢批我 我没有必要这个时候 跟祖宗撕破脸的 如果我主动去拆八卦阵 那就真的撕破脸了 张角有真闪 怎么办 对吧 对吧 哎呀 那赵云应该是死了 赵云死就死吧 让他去死 成为皇天之士的祭品吧 进祖宗内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贴由我控 便寻天下 胆球一半 这货竟然还活着 但是张角有冠石斧 所以说 他赵云还是死 哎呀 这货也是看穿了是吧 想透了是吧 那不过还好他断杀赵云还活了一轮 他现在只能帮我杀董卓 杀掉董卓太太有机会 那我还真有点机会 我想想啊 董卓断杀 这现在只能赌董卓断杀 要么就 我想想看怎么办 先装个刀压压劲啊 这速度有点快 铁锁也没有用 不能改的 只能打顺手 铁锁也没有用 铁锁不能不能连自己的 打顺手算了 就老老实实打顺手 两杀 那么顺了个连弩 哎他断 总之这货断杀我有机会 或者张角断黑桃 对假杀可以发动扇子 他们不断杀嘛 你就不断杀那就输了呗 对吧 反对该输嘛 哎没黑我靠 哎呀好气呀 那我真的有机会 这真的不如寻忧 寻忧的话这把很有机会 不判了吧 强行让他灌吧 因为判了的话再给他改一张 对吧 反正他不杀赵云是对的 我摸了张闪好废啊 这个时候真的不如寻忧 想想得把怪师傅拿掉 诶 难满好了 乐掉董卓 有机会的啊 撕个屁的票啊 谁告诉你内奸 要输了就一定要撕票的 我凭什么送反贼银啊 你告诉我 我凭什么送这种开一难一万的反贼银啊 你给我一个送反贼银的理由啊 我宁可送祖中银 不行吗 这个倒是顺比较划算 因为 这时候再打董卓一血意义不大 打张教一血意义不大 反而是董卓可能留了张好牌 比如说这个桃是吧 因为这个董卓 比较菜 真的是有可能留个桃在手里的 然后单挑的话我真不一定输 我不说什么我有没有能力赢 对吧 哪怕我最后输掉了 我就是愿意送祖中银 我凭什么要送这个反贼银 你告诉我吗 你们愿意送那是你们 你们自己傻逼 喜欢送这种傻逼反贼银 关我屁事啊 对吧 我反正是死也不送的 让他去 接下来我每回会开单满好了 有张过拆我就有点想打顺手 一拆一顺有点屌 是吧 压制一下嘛 因为他果然有无限 你看把他无限先逼出来 切实你是逼不得已 方才出此下策 慢慢来慢慢来 有良血我就放心了 哎呀 中路了 天意如此 不能不能脚 就不能脚着逃 能脚着逃稳赢 不能脚着逃 不是特别 好 我现在都不敢那个 闪是一定要留的 赵书在此 不得放肆 切实你是逼不得已 方才出此下策 唉 唉 我思考一下人生啊 还是稳如魄也比较好 酒我也不要留闪吧 万一他摸个距离 我就被打中了 老二摸顺手千万也没有用 我周围开始打南蛮了 切实你是逼不得已 方才出此下策 因为因为刚才把张脚的手牌打空了之后 这货摸的新牌不一定有杀 我清刚 不过清刚对他来说也是 就没他没杀了 每回都打南蛮 赵书在此 不得放肆 切实你是逼不得已 方才出此下策 赶紧打不谢啊 我靠 吓死人了 下回合看摸什么 他开桃源了 开桃源也是我赢啊 算了 下回合摸个闪没坏处的 赵书在此 不得放肆 切实你是逼不得已 方才出此下策 厉害 不过我回到三血了 也许有桃 不可能输了 这可以跟他拼的 因为拼了之后他只剩一张牌了 那我就稳赢了 赢了 因为我大卫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赵书在此 不能用酒啊 用酒是不能喝的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酒是不能喝的 切实你是逼不得已 方才出此下策 我看弹幕好像很热闹 我出去给你们把皇后的技能好好科普一下吧 好吧 我以为这货出来都快半年了 大家应该都懂的 结果竟然一堆人在弹幕上要我开桃源结役我靠 我真是服了 你们是不是看我巡游视频看傻了呀 我们出来看一下啊 武将 给你们好好分析一下吧 好吧 我不想装逼啊 这局这局赢 挺正常的 我三天两头赢那一件 我都早就赢吐了 没什么好吹逼的 给你们科普一下皇后吧 那在这啊 弹心不说 但弹心也要说一下的啊 弹心脚招要一起说的啊 先说弹心好吧 就是受伤害之后可以摸一张牌 或者修改脚 脚可以修改两次对吧 这是重点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里啊 出牌阶段限一次 你可以展示一张手牌 然后令你距离最近的一笔角色生命一种基本牌 就是一开始没有修改脚招之前 你要让边上的人 帮你来选脚招成什么东西 本回合你可以将此牌 当成生命牌使用 重点在这里啊 不能对自己使用 什么叫不能对自己使用 你脚招了一个九 就是一张废牌 你脚招了一张桃 不是废牌 你看那么时候可以给队友救 就可以救队友 是吧 铁锁连环连了敌人 火杀什么的 你可以拿这张桃救队友 脚招无中生友就是张废牌 脚招桃圆结役可以吗 可以的 你开了桃圆结役之后 其他人回钱你不回 五谷丰登只有七个目标 你自己不能用 铁锁连环不能连自己 所以说刚才那个张脚大铁锁 铁锁我跟赵云的时候 我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脚招铁锁连环的 懂了吗 接下来修改部分啊 我再科普一下 你看这边有啊 就是修改第一次是你可以 就是你让边上的人帮你选基本牌 或者金囊牌啊 修改第二次就是你可以自己选 基本牌或者金囊牌了 就像我刚才那个样子 好吧 大家都明白了啊 这下明白了啊 差不多八点钟了 那么橙子要吃饭去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明天继续啊 明天还是下午打四四 然后晚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 身份局的直播 好吧 然后 今天那个 陆续那局是稍微坑了一点点 手滑了啊 不小心